你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节目 我是宁心 今天我们节目的下半场为您邀请到的嘉宾呢 是美国来自南卡罗兰娜州的共和党籍众议员鲍勃 英格利斯议员先生 英格利斯议员先生是众议院外交委员会的成员 他长期关注中国人权和其他有过美国外交政策的议题 那么欢迎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议员先生 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机会 跟克林顿国务卿在最近的一次外交委员会的听证会上跟他交谈 那么我非常失望他没有在中国访问的时候提到人权的问题 当然我也问了他这个问题 他说他之前提到过人权问题 但是我觉得一个大的国家伟大的国家 他必须要持续不断地要施加压力 要对人权这个问题施加压力 这是美国的任务 我们必须要完成这样美国的使命 所以要必须持续不断地要来提到说 人权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是一个很基本性的问题 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动中国向这个方向努力 一个伟大的国家并不是说就是一个富强的国家 那这些只是物质 如果你只是拥有许多物质的话 这并不让你成为伟大 要成就伟大的话 你必须要有一些伟大的原则 而且要能够完成这些使命和原则 那么当然我们有的时候都会失败 但是如果失败的时候 我们会重新做出承诺 再继续前进 这才使你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所以我们现在也需要美国这个国家 要把这些概念出口出去 我也希望在中国 我们可以在这方面做得更多 那您能不能告诉我 您在中国的人权问题方面 您最关注的是中国哪些方面的人权问题 就是说哪些您觉得中国践踏人权的状况 或者是事件是您最关注的 我觉得让我最担忧的呢 就是包括我的个人经历有关 那么我跟国务卿克林队也谈到过这件事情 那就是强制堕胎的问题 强制堕胎的问题是非常的让人悲伤的 我也知道有一个小孩 一个学生 他其实是 他自己就是等于说是非法的二胎 但然后我就听说他自己的故事 然后他父母受到的遭遇 所以我就想到我的这个朋友 我这个朋友他可能会 以前会被杀死 或者说是几乎要被政府杀死 因为他们政府一直在追踪他的母亲 但他母亲最后还是生下了他 所以这个问题就变得对我来说非常真真切切 所以这是我最关切的一个问题 所以当我在跟国务卿克林顿交谈的时候 我们怎么可以不跟中国谈这个强制堕胎的问题呢 我们美国作为一个伟大的国家 怎么能够不说这个做法是错误的 然后来寻找任何一个机会 想要来说服中国政府来改变这种政策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么他对生命很重要 同时也是因为我跟一个 就是我认识的那个朋友的这个关系 他的父母经历了那么多 那么如果你能了解他 知道他的这个能力 能为中国能为整个世界所做的 这是其实是非常人有启示的 我是希望中国把这些这个生命 视作为一个机会 然后看到一个非常光明的前景 而不是一个死亡毁灭的这种情景 我们知道您在质询这个克林顿国务卿的时候呢 那么您提到您认为今天的美国应该拿出 当时里根时代对付前苏联的那个时候的那种道德勇气 或者道德权威来对付今天的中国 或者应对中国的人权问题 那么我想问的是 那么您认为当时的美苏关系和今天的中美关系 或者美中关系 您觉得是可比的吗 您觉得相互之间可以做一个比较吗 很有意思的问题 我不知道 那么跟这个前苏联跟美国 它是非常非常分 就是分隔的 没有什么关系的 但是现在呢 中美之间的联系非常的紧密 那当然 这对两国都是有利的 但是就我来说是 当我们从中国的产品中获益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来提出问题 说这个产品是怎么制造出来的 它的工作条件是怎样的 那么他们卖那么量的廉价 这样做法对吗 是不是有人而因此受到了伤害 在这个过程中受到伤害 那如果受到伤害的话 那么我们也有这个责任要问出这个问题 说我们必须要来看一下人权的这个问题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差别 就是美苏关系和 在冷战这些美苏关系 以及现在的这个美中关系 因为美中关系的商业量很大 那么美国也相信 那么你只有个人自由才能创造出财富 但是另外一个国家 中国它是觉得要控制他们的人民 它想要来崛起 但是却不关心人权的问题 所以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担忧 我们在市场中其实是有一点能力的 因为我们是客户 等于说是许多中国产品的客户 这在市场上就给我们一种能力 我们可以说要强调你们在这方面取得进展 好谢谢您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议员先生 听众观众朋友 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的内容就到这就结束了 那么我想跟您告诉您一声 在明天的这个时事大家谈里面 我们将讨论中国这个日益普及的汽车文化 对于环境和能源造成的后果 欢迎您发电子邮件到 chineseatvoanews.com 来就这个议题提出您的问题 或者发表您的评论 我们会在节目中请嘉宾做出回应 好非常感谢您收听收看 今天的节目 那么来宾发表的都是个人观点 并不代表美国之音 我是宁星 祝您晚安 再会 Thank you very much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